有朋友留言说能不能多谈点关于中国政治的问题 因为中国大陆在新年假期期间 它不会有什么正式的大消息公布 所以呢咱们今天就还是延续这1月30号 那集视频所讲的内容 超级富豪肖建华被抓 延续这个话题再深入阐述一下 我上次是说呀 这个抓了肖建华很可能要动到曾庆红家族 因为肖建华在山东鲁能岸上 与增加的关系颇深 如果您对这个事情还不太了解的话呢 建议您去我的YouTube频道上面 找出1月30号那集视频看一下 首先肖建华他被抓以后呢 貌似他在微信上发布过一些辟谣信息 说他在国外养病啊 这个情况安好啊来报平安 但是我想呢 他失去人身自由应该是一个比较确定的事 因为他如果想辟谣的话呀 有非常直接的方式 就是通过视频来现身 特别在这个事情刚刚出来的头几天 在风口上那几天 他如果出来辟谣啊发布视频 他在爱菲尔铁塔下面 或者是他在纽约的什么哈德逊港 那我想这个辟谣的力量就很强了 但他只能发文字信息 而发不了画面视频画面的信息 所以我想呢 他被控制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如果过了这几天啊 他也真的在视频上露面 那这个就没有什么说服力了 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抓他的人 已经从他身上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 抓他的人目的已经达到了 也可以放他出来露面了 所以在事情发生的头几天 他不能够露面 这个问题就比较有说服力了 就说明他很可能已经丧失了人身自由 那有朋友问 就是说即使抓了肖建华 剑指曾庆红 但是曾庆红难道就不可能软着路吗 那么我觉得走到这一步 这个事情要善终要软着路 曾庆红能够和王岐山习近平和解 可能性就已经很小了 其实中纪委影射庆亲王啊 他刊登了一系列文章吧 什么大清裸官庆亲王的作风问题 是在2015年初 到现在延续了将近两年的时间 拖了很长时间 看似这个事情没什么进展 那么就有很多这个分析人士认为 习近平他已经不太有能力做到 再公开打倒一个政治局常委 或前任政治局常委了 但是呢我觉得曾庆红和习近平 王岐山的最终决斗 其实不可避免终将会到来 倒不是因为我知道什么内幕消息 而是我对于中共性格的一般理解 性格是什么呀 性格来自于基因 它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东西 基因这玩意儿呢 它是在分子层面起作用 它更微观 它比起你眼睛能够看到的这层物质 更加微观 所以它也就更加稳定 它起作用的机理也更加具有决定性 对人来讲是一样 对一个组织来讲也同样是这样 这个共产党它的这个性格也有相当的稳定性 你像中纪委在2015年影射沁亲王 他把这个话呀已经挑明到这种程度 可以说这个矛盾已经半公开化了 你说过了一阵子之后 王岐山和曾庆红还能够尽视前嫌 两者相安无事安享余生 这种先例在中共的历史上有过吗 乃至于在整个国际供运史上有过吗 都是没有的 因为共产党的性格是什么 它的一个基本的认知模式是 在所有人成为我的朋友之前 我都假定他是敌人 而不是在所有人成为我的敌人之前 我都假定他是朋友 他甚至不会假定你是中立无害的 因为共产党它的斗争基因 它有非常强烈的不安全感 它是以敌视的态度看待周围的一切的 所以王岐山他把这个矛盾 已经挑明到这种程度 走出这一步以后 他自己也应该知道 不太可能往回收了 最终的结果就是 曾庆红和他之间必须得倒下一个 也许这个过程会拖的比较长 也许会有若干反复 但是这个结局却是难以扭转的 周易坤卦的谣词又说 吕霜兼兵制 就是当你踩到霜的时候 你就要知道 鼠九龙冬冰冻三尺的日子就要到了 霜和兼兵虽然有程度之分 有厚薄之分 但是它两者存在着本质上的密切联系 将他们两者分隔开的仅仅是时间 所以抓肖建华就相当于是踩到了霜 而最后动到曾庆红这个尖兵就立等可制了 那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当然从影射庆亲王到现在抓肖建华 抓肖建华都应该是针对要动曾庆红的一个准备阶段 这中间的也是有波折的 这中间的波折就是马建案 马建在2015年初被捕 但是拖了差不多两年时间没有进展 这在这个整个反腐过程中是非常罕见的 就是把一个官员都已经抓了 但是两年没有宣布双开 没有宣布开除党籍公职 这在这么多年的反腐过程中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罕见 那么我认为传闻中说 马建搜集了中共若干高官的黑材料做要挟 所以让这个中纪委投鼠机器的地方比较多 这个传闻我认为是比较可信的 但是在2016年12月30号的时候 马建这个案子突然取得了进展 马建被双开了 那么我觉得这个也是在动庆亲王 动曾庆红的这个过程中的一个重大突破 或者是王岐山取得了重大有力的条件 或者是王岐山觉得时间紧迫 不得不要去冒这个险了 而肖建华的被抓 则更是表明对曾庆红家族 要采取行动这个趋势进一步加强了 那么进一步说 如果说要动到曾庆红 这个事情已经比较现实了 已经在眼前了 那么曾庆红会反扑吗 那么中共他这个斗争造成的矛盾会表面化吗 当然了 涉及到这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他当然会反扑了 而且是不遗余力的反扑 而且真的到了危急关头啊 什么表面不表面化呀 这个问题也不在考虑之中了 当初动到薄熙来和周永康的时候 因为薄熙来和周永康 他本人的能量没有那么大 他们薄周得靠曾庆红和江泽民的保全 是吧 所以那个时候斗争毕竟离曾庆红和江泽民还隔了一层 还能够顾及到中共的脸面 大川沉不沉这些问题 可是等斗争涉及到江曾自己的时候 他就没有这个缓冲区了 曾庆红和江泽民两个人是搭档 曾庆红是江泽民的心腹 这两人是一体的 你如果动了曾庆红江泽民也就得不到保全了 中国大陆每年有三次重要的会议 分别是春天的人大政协两会 夏天的北戴河会议和秋天的共产党中央全会 或者党的代表大会 所以今年的第一个看点就是三月份的两会 两会虽然它重要性最低 而且它主要是表演性的嘛 但是它毕竟是一个人聚集的场所 就是各个地方的领导和党政军的主要干部 那么那俩星期会聚在一起 那么人一聚集就比较容易有事 那么人聚在一起的 其中有些人可能就有心子了 他就想四处去打探别人的想法 或者想去寻找盟友拉帮结派 是吧 而且两会上 它毕竟形式上还要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还要宣布一些人事任免 所以真的要有人刻意为之 以及他的活动能量够强的话 也还是能够制造一些麻烦的 当然这种情况是习近平要尽力避免的 所以我想在这个今年的中国新年假期结束 到两会之间 这中间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习近平会有一些手段出笼 在短时间内 我们就能够看到一些不同寻常的端倪 我们就能够看到一样的端倪 我们就能够看到一样的端倪